第三 行政作用的 機動 翻營的功能 現在 如說 有一個人 他們家 有小偷走進去 他們家家的東西 結果 那個出來的人發言 現在要抓 這個菜子 拿刀子去帶人 現在變成強盜了 小偷變成強盜 帶人到胸 但是這個菜子也會抓起來 給家的人抓起來 要怎麼處理 第一個一定是拍 依林 這個勤務中心 讓他來 受金安排 受金的 派出所有人去處理 把這個小偷 扣押起來 上去派出所有門 筆錄 再來 你是不是要卡119 叫警政署的消防局 派救護車 來把中鄉的人送去便宜 這都行政部門 所以行政部門 24點鐘 可以自動反應 但是我們剛才說的 書法 還是國會 沒有這種機關 他們國會 好像 會議機閃 有出生而已 現在都回到 找他的選區 在救他的選民 所以說 等到 行政部門 真的 因為這樣 他在第一線 會這樣獨大 所以變成一個 行政的國家 就是這個原因 所以將來 國會都是行政官員 你的責任重大 OK 再來 我看 我們要先來了解 我們剛才說的 那二十個 常設委員會 這種的 台本就是 相對你內閣 你有交通的 有農林的 有這個 其他的這個 經濟 那些部門 將來你 有可能做機場的一個 聽的聽長 那麼 我們現在來看 這二十個 這二十個 我們來看 一 常設委員做慣的 是關什麼東西 我們來看 我們來現 第六十八 左下角 有一個 常設委員會 第一 我們來看 內閣委員會 一貫的是 內閣管轄的事項 包括 不包括 安全保障會議 再來 總部省管轄的事項 第三 離島的開發 就是 無所謂 其他委員會的關閣 關閣 由中立府關閣的事 第二 地方的 行政委員會 第一 一貫的是 地方 公共團體 第二 主族姓 關閣的事項 第三 公安委員會 關閣的事項 來 三位 法部委員會 法部姓 關閣的事項 法院的事項 法院的事項 行政的事項 再來 外部委員會 外部姓 關閣的事項 大帳就是財政委員會 大帳省所管轄的事項 包括 雨傘委員會 跟決算委員會管轄的 第六 文教委員會 第一 管轄 文部省 還有教育委員會 管轄的事項 台灣學術會議管轄的事項 第七 厚生 衛生醫療委員會 厚生省管轄的事項 第八 榮林水產委員會 榮林水產管轄的事項 第二 雄江委員會 通商 產業省管轄的事項 第二 經濟企劃廳管轄的事項 公正教育委員會 管轄的事項 公害等調整委員會 管轄的事項 限於礦業等土 還有土地利用 好 第十個運輸委員會 運輸省管轄的事項 十一 通訊委員會 郵政省管轄的事項 十一 勞動委員會 管轄是勞動省管轄的事項 十三 建設委員會 建設省管轄的事項 還有國土廳管轄的事項 十一 安全保障委員會 防衛廳管轄的事項 第十五 科學技術委員會 關科學技術廳管轄的事項 第十六 環境委員會 是環境廳管轄的事項 第二 公害等調整委員會管轄的事項 但不包括商工委員會管轄的 第十七 預算委員會 這關的是預算 再來 決算委員會 關決算 包括同意 預備費支出的事項 再來 同意從決算調整資金 編入稅入的事項 第四 國庫債務負擔行為總報告書 國有財產 增減和現存額計算書 及無償貸款計畫總報告書 第六 其他會計審計院管轄的事項 第十九 議院的營運委員會 議院的營運過程 還有議長的諮詢 法院法官談論 和法官追訴委員會 第五 國會圖書館 其他議院的法規 第二十 懲罰委員會 就是懲罰議員 或者議員資格的訴訟 這幾個 好 那 各位同心 將來做行政官員 你可能 看你的專業在這二十個裡面 你會 比較適合 在哪一個部門 你就 因為將來 在地方的議會 很多議員也可能會被邀請加入州的內閣 那麼 你要 配合相關的委員會 會 來 提出議案 OK 好 那麼 等一下 等一下我要講的請各位要注意聽 因為 這個 用台語說 我沒有講的 不一定會哭 後一句 我怎麼有講的 那你們講的 我怕有一些 台語 明安話聽不懂了 我就用北京話來講 好 我們這個課程先暫停一下 這個 先講一下 好 選舉 參眾議員的議長 在召集當日 集會的議員 要達到三分之一 三分之一以上 才可以 舉行 議員的 議長的選舉 參眾議員 重要職員的選舉 以獲得多少 選票者為當選人 過半數 議員修會期間 如果議長 認為緊急必要時 或總議員 四分之一以上議員要求時 議員可以召開會議 要四分之一以上要求 議員 若要撤回 所提的議案 必須由 全體議員 提議 來請求 才可以 才可以撤案 要全部的議員 原來提案的那些議員 要全部 好 眾議院議員 提出對內閣的信任 或不信任案的動議 決議案子 必須 必須 附上旅遊 由議員 出席人數 二分之一以上年名 來向議長提出 是二分之一 議事日程中要記載的事項有 開會日期 開會的時間 還有 提招 提交會議的案件 及其程序 這個記載事項 這三 三個都要有 有關議員在會議期間發言 所有的發言 沒有在第幾頁 你注意聽就好了 重點把它記下來 太快了 好啦我等一下會 找時間再講第二次 有關議員在會議期間 的發言 所有的發言 不得涉及 議題外問題 或超出其 範圍 我現在在講的這些 都是一些基本的 我們對 國會 或者你將來本身在開會的時候的一些意識規則 好 參眾議員 可採取表決的方式有 取力表決 記名投票表決 或者無記名投票表決 好 如果 出席的議員 達五分之一以上的要求 必須進行記名投票表決 是五分之一 對於要求罷免法官的請願 議長因 轉送 法官追訴委員會 因為我們將來所謂的行政人員都要跟 那個 國會 或者你州的議會 要撫會一家親 所以你要對他們 要多久了解 好 有關議員的請假 必須附上旅遊 並確定日數 事先向議長提出請假書 向 經請假許可 旅行的議員 出發 和回來的時候 必須報告議長 但是 但是 獲得請假許可的議員 如果在 請假期間 又出席 會議 則請假許可 自動失去效率 好 當選議員以後 第一次出席的議員 必須向 國會的事務局 施訴 出示 當選證書 那麼 參議院調查委員會 在什麼時候設置 就是在 參議院議員 定期選舉後 第一次召開 的時候 就要設立 參議院議事規則 設有17個委員會 參議院是 17個 那麼 眾議院 有設20個 常設委員會 就是我剛剛讀的 這個很好記 眾議院 眾就是比較多 所以它是20個 那參議院 是 只有17個 那麼 有關會議記錄的敘述 裡面要有 意思要依照數據法來 數據 會議記錄由 議院來保管 會議記錄要看在公報上 同一個議員 就同一個議題的質疑 不得超過3次 若第一次無法決定當選人 的時候 就得票最多的兩個人 再舉行投票 得多數票者當選 但得票數如果又相同的時候 就用抽籤來決定 特別委員會 委員人數由學決定 由議院來決定 不是議長 也不是委員長 特別委員會 委員人士 是由 議院來決定 OK 好 對議案的提出 必須附帶 具有旅遊的議案 與贊成者連署 來向議長提出 附帶預算的法律案 必須附上 產民 實施該 貸款法案時 所需的經費的文書 委員會 設理事 議名 或庶民 如果委員長有事 不能出席時 由理事長 由理事來 行使職務 議長宣佈開會之前 即宣佈散會 延期開會 或休息後 任何人 不得就議事問題來發言 表決的時候 不得附在 附帶任何條件 表決時 不在場的議員 視同棄權 議員對其他議員的資格 提起訴訟時 必須製作有訴訟要點 旅遊證據的訴狀 好 委員的 選任 均由議長提名 委員的辭職 也要由議長來許可 有關眾議院進行法官彈劾 法院的審判員 局 預備審判員的選舉 以 單記 吳志宜民投票來進行 質詢 包括書面質詢 與口頭質詢 聽證會之公訴人 只聽取 利害 關係者 和學識經驗者 等 這個 很重要 等一下我還會找時間 再講一次 好 我們繼續上課 那麼行政國家 有一些問題 我們要來了解 這個 行政權 行政在權力分立的體系 就特別突出壯大 行政權獨大 使立法本來是優先的 優位來相形施設 剛剛講的 很多事情 現在反而都是行政部門在處理 像中華民國現在的這個 五權分立的體系 他們的立法院就像橡皮圖章一樣 只是 行政部門 送到立法院 大部分都會 經過他們國民黨 黨國部分 當然都會 高票通過 那麼 民主政治的 重要基礎 變成由專業的技術文官體系 或者 行政所長 這些精英來 來取代 取代 本來所謂 國會是國家最高權力機關 但是實際上 反而是行政權 優位 優於其他 第三 那麼政治主導的權力 將由國會移轉到行政機關 你看 現在 幾乎是 就是在中華民國體制 差不多 行政 所有的人都以行政團隊 馬首四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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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 國會所立的法律 會被 行政計畫 行政的規章制度 法規 所取代 但是這個取代的部分大部分都比較細部的 大部分都是 行政法規 就剛剛講的 建築法規 食品藥物管理的法規 還有包括像我們連驗車 這些都是行政部門要定一個規章 讓行政人員去依這個規章 來做檢驗 那麼人權看自由在規制的限制之下 這些秩序 還有秩序的要求之下受到危害 你看 像這次張志軍 中國的國台辦 來台灣訪問 你看 行政部門 他們的 軍警情調 檢查 檢查系統 他們 控制台灣的人民發聲的管道 把人民隔離的遠遠的 讓台灣人的 對中國官員的不滿的心聲 沒有辦法 有適當的管道可以發聲 不像美國 你對 一個政治人物 一定會有 支持 也有反對的 那麼在這個抗議的 行動裡面 美國的 警察單位 執法單位 他是會 隔離 畫這條線 拉一條 黃線 你贊成的就站這邊 支持的站這邊 另外拉一條線 站這邊 那個政治人物從這邊經過 他兩邊都可以聽到 但是你不可以越線 你反對的人 超過那個界線 在美國 他們像有 騎警 就騎馬的 你一越線 他馬上就逮捕 就 就壓制 他在一個合法 合情合理 在適當的距離 你反對的聲音 可以讓這個政治人物聽到 但是你不可以違背他 所畫的那條線 你一越線就逮捕 所以 很清楚 很簡單 不像 現在在 台灣的中華民國 他把你隔離的很遠 老遠老遠 好幾百公尺之外 你怎麼呼喊 都聽不到 甚至搶奪你的麥克風 還有事先就把你圍住 包括連去北港 吃鵝仔煎 吃鵝仔煎 都會被趕走 這些 人生的自由 都受到傷害 人權也受到傷害 你自由 言論自由 表達的這個 言論自由都受到傷害 這是因為 行政權獨大的關係 我們要怎麼有效來制衡行政權的對策 第一個 要落實依法行政 依立法機構 國會的立法 好 財政國會中心主義 國會他審預算 他可以刪減預算 來制衡你這個行政單位 這是用財政國會中心來 這是另外一個手段 第一個他立法要你依法行政 第三個 第二個就是他用 審查經費來控制你行政部門 他如果不讓你新設立的這個行政部門 壯大 他均會給你三減一半 或者 三減到適當的 均會 還有 行政材量權的監督 因為很多 都是行政單位自己定法規 自己在定法則 那麼這些 有很多如果不合理的 國會要提出來糾正 還有 行政組織的制衡 就是說 你行政部門要新設立一個組織 那麼 你要經過國會同意 你才可以 組這個新的組織 或者 就像我剛剛講的環保署 這在大概20年前沒有環保署這個單位 好 你要設這個組織 你還要送這個組織的預算 去給國會來 來審 國會 如果有答應你動用這個資金 他通過你才可以動用 你沒有 沒有 沒有 沒有經過這個預算通過 你這個新的組織 就不能運作 你所聘請的人沒有薪水 就動不了 好 還有資訊要公開 你所有的行政 你有一個新的法規出來 你要事先 請人民 學者 來辦公聽會 所以你要有一個新的規章制度出來 那麼這些會影響到 百姓的哪一些權利 或者會 造福哪些人百姓的權利 這些都要講清楚 然後在網站你要公佈 讓大家知道 可以造成全民來討論 或者造成一個輿論 用這個輿論來制衡行政部門 他要訂的這些規章 有沒有符合人民的需要跟期待 行政監察官的制度 這是 一定是 調查單位 你在監督的時候 那麼這些 應該是 國會有一個調查權 你如果有貪賬王法 國會會有一個調查權 好 現在國家行政機關 應該具備的特質 最簡單講 就是文人掌政 都是由文官系統 那麼 軍人不得干政 軍警勤特警察 這些人員 不可以來干政 這是最重要的 好 那麼 行政與立法的制衡作用 那麼 議會內閣制 一般 我們講的都是講這個內閣制 總統制就是美國的 那麼 議會就是我剛剛講的 他是利用預算審查的機制 來控制行政部門 他經費如果 少給你 甚至不給你 你就動難不得 所以這個蠻重要的 那麼 我先講到這裡 那麼我們繼續來 再 你們可以做筆記 把重點寫下來 我再來 讀一遍 因為這是公平起見 因為上一期我也是讀兩遍 所以我以後每次都要讀兩遍 好 選舉參眾議院議長 在召集當日 集會的議員 達到 議員的三分之一 總議員的三分之一以後 就可以舉行 議長的選舉 好 參眾議院重要職員的選舉 以獲得過半數選票為當選人 議員休會期間 如果議長認為緊急必要時 由總議員四分之一以上 議員要求時 議員可以召開會議 議員若要撤回所提出的議案 必須由全體議員 全部議員 來請求 才可以撤案 眾議院議員 提出對內閣的 信任或不信任案的動議 或決議案子 必須附上理由 由議員出席人數的二分之一以上 贊同者來聯名 向議長來提出 議事日程中 要記載的事項有 開會日期 開會的時間 提交會議的案件 及其程序 這三個都要 有關議員在會議期間 所有的發言 不得涉及議題外的問題 或超出其範圍 參眾議員可採取表決方式 有起立表決 記名投票表決 無記名投票表決 如果出席議員 達五分之一以上提出要求 必須進行記名投票表決 五分之一 對於要求罷免法官的請願 議長應轉送 法官追訴委員會 有關議員的請假 必須附上旅遊 並確定日數 事先向議長提出請假 經請假許可旅行的議員 出發和回來的時候 必須報告議長 獲得請假許可的議員 如果在請假期間出席議員 則請假許可自動失去效率 議員當選後 第一次出席的議員 必須向議會的事務局提出 當選證書 參議院調查委員會 在參議院議員 定期選舉之後的第一次召開的時候 就要設立 參議院的議事規則裡面 設有17個常設委員會 眾議院設有20個常設委員會 有關會議紀錄的敘述要有 意思要依照數據法是數據 會議紀錄由議員來保管 會議紀錄要看在公報上 同一個議員就同意議題的質疑 不得超過三次 若第一次無法當選人 決定當選人時 就得票最多的兩個人 來再舉行決選投票 得多數票者當選 但如果得票數又相同時 就用抽籤來決定 特別委員會委員的人數 是由議員來決定 不是議長也不是委員長 好 議案的提出 必須具有附帶理由的議案 與贊成者連署 來向議長提出 附帶預算的法律案 必須附上 產民實施該款法案 該款法律案時 所需的經費的文書 委員會設理事一名或庶民 如果委員長有事故時 有理事行使職務 議長宣布開會之前 即宣布散會 延期開會或休息後 任何人不得就議事問題來發言 表決的時候不得附帶任何條件 表決時不在會場的議員 視同氣權 議員 議員對其他議員的資格提起訴訟時 必須製作具有訴訟要點理由 和證據的訴狀 委員的選任 均由議長提名 委員的辭職由議長許可 有關眾議院進行法官彈劾 法院的審判員及預備審判員的選舉 以單記 無記名投票的方式來進行 質詢有包括書面質詢還有口頭質詢 聽證會之公訴人指 聽取厲害關係者和學識紀念者等 以上 那麼 剛剛有講到國會的助理 其實你不要看清國會助理 那在美國的他們國會的助理 都具有相當的專業能力 那包括 像 之前 在中華民國體制內 曾經有一個超級國會助理 他就是吳淑貞的國會助理 那時候 吳淑貞 他先生 陳水扁 因為 有一個案件叫做馮來島案 就是馮富翔 他翻譯外國的一本書 用翻譯來代替叫做他的著作 好 那麼 這個 那時候陳水扁辦了一個 馮來島雜誌給他刊登 給他批評 然後就被馮富翔告 結果陳水扁被判刑 我記得好像一年兩個月 被抓去關 然後那時候 正好在選立法委員 所以就推出他太太吳淑貞出來選 結果高票當選 然後 等陳水扁出議的時候 就當吳淑貞立法委員的國會助理 這個 國會助理是超級的國會助理 這個人後來做到總統 所以你不要看清國會助理 那麼 那時候陳水扁當他的助理 可以得到很多資訊的來源 可以去執行當時候的行政院長 那些行政高官 跟他們電到這樣緊緊緊緊緊 所以那時候吳淑貞請到 吳淑貞請到 吳淑貞就在他後面有一個超級國會助理 也這樣提出很多精闢的法律見解 和立法的這個法案 他拿出來都很成功 所以那時候民體很會為吳淑貞 來給他拆訪 同時 謝長勤在當立法委員的時候 他也有一個很優秀的國會助理 叫做卓榮泰 他後來也自己出來當 來選立法委員也是當選 所以自己的團隊 這些人才如果夠優秀 這些優秀的人才是不會被埋沒的 所以我們自己不論你在州裡面當什麼廳長 或者當州長 將來都有機會 只要你是人才 那麼 每一個人不可能有三頭六臂 你一定要分工合作 你一定要有自己的團隊 或者說是班底 這些人來分擔你本身的一些事物 讓你可以比較多的時間來思考 來決定一些重要的決策 將來我們都是行政主管 所以你擔當的責任也很重大 台灣人民的幸福 都靠我們這些行政團隊 來服務百姓 所以我們行政人員 不要被一些舊友的 尤其我們台灣人執政 九十分嗎 我繼續九十分鐘 我幾天講兩分鐘 好 今天謝謝各位 我說到這裡為止 謝謝 各位同心 學校困20分鐘 等一下 各位議員請稍等一下 謝謝 各位同心 等我幾分鐘 謝謝